推把的开枪使用 第一步 调节 推把 与花槽的间隙 正常是拧抿一刀 拆开开笋的盖帽 开始安装 松开推把 两颗螺丝 装上盖帽 半剪状态 准备两把6毫米的 直到 安装了一把 调节一下刀的凝位 这是个按凝位 清凝 这时我们可以用卡池测量 因为刀 开笋的刀是6毫米 这里 开笋的边 你刀边 是6毫米 准备的另一把刀 也是6毫米 我们也可以用6毫米条件 放在 放在 刀刃刃 和开笋的中间 锁紧推把 开笋的 开笋的间距 我们这里说一下 如果你选用6毫米的直刀 黑色的处 这里的间隙 是6毫米 或5顶球 5顶球 死不来的话 它会比较松一点 但是不能超过6毫米 调节间距的话 也是可以准备6毫米的刀 放在中间 另外一个可以通过卡池 我们刚刚调节了6毫米的间隙 现在我们把 后面的垫幕 开着死槽 看一下板的厚度 大概是16.5 16.5 我们这样 死的高度是17 我们下车的高度是18毫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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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步 要把垫幕开槽 下来我们做一个盒子 两块短板两块长板 高度腾计 死的方向也要腾计 下面我们来找一块板 猜测一下这个间距 5.93 两块短板 方向也一样 下来我们调节开榫 刚刚死这个口子 卡在两个开榫的中间 下来我们下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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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